开始了,那个王教授,还有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Frank Zhang,我是张紫月 那事实上上个月的e-lecture时候 如果大家记得,我花了几分钟时间 跟大家同学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Connecting大台湾的一个故事 那我也希望说各位同学有机会呢 去我们网站看过 也更希望大家参加我们的Membership 那事实上加入我们这个Membership非常容易 你们有Facebook account也可以 或者LinkedIn也可以 要不然就是你们Email address都可以 用的三个任何方法都可以上 然后加入我们的Member 那我们的网站对我们这个 对我们Member来讲呢 也提供很多不同的功能 比如说在这个搜寻专业人士下面 大家可以在这边呢 可以搜寻更重要的呢 可以联络我们在海内外 或者在不同地方居住的工作人员 或者你的校友、同学等等 是一个很好的联络别人的一个方式 那第二个在这个搜寻活动里面呢 包括我们可能应该台湾从过去到现在 到未来的所有的各种活动 包括演讲、座谈会等等 那大家对如果对现在的活动 或将来活动有兴趣参加的话呢 也可以经过这个方式来登记 来参加我们以后的活动 那第三个功能说 比如说你们大家如果有自己的活动 想来推广你们自己想一些活动 也可以利用我们的网站呢 把你们的活动 把你们的活动放在我们的网站上面 我们所有人都可以知道说 你们有什么样的活动 那我们也可以参加 所以我们最后我们是真的很诚恳的邀请 大家能够加入我们的网站 我们最终的目的是 想大家一起来合作 来帮台湾尽一份心力做一份贡献 谢谢 那我想知道说 大家对这个网站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我们现在可以回答的 抱歉 那个Frenk很抱歉 刚刚我们这边网路没有 有个讯息说网路不稳 好没有问题 那刚才我们说的 你们听到的没有 还是都没有听到 就中间有一部分 好 那我就很快再讲一下 就是说我们的网 对我们的会员来说 我们的网站呢 有很多服务的地方 比如说在搜寻专业人士 你可以用这个来搜寻 更重要可以联络 其他海内外 或者不同居住的人的专业人士 这个搜寻活动之下呢 有我们过去现在跟未来所有活动 大家可以去看 如果对现在未来活动有兴趣的话呢 你可以上面登记 然后参与我们以后的活动 最后就是说如果各位有自己的活动 想来推广的话呢 也可以用这个用我们平台 把你们活动放在上面 然后所有的会员就会看到 你们增加的活动 也是一种可以有这样推广的效力 推广的效力 所以我最希望就是说 希望很诚恳希望大家呢 加入我们的会员 让我们一同努力呢 为台湾做一份贡献 所以大家有什么在网路上面 有没有什么问题想多知道的话呢 可以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 如果大家想login的话呢 网站的地址在上面 就是connecting.tw 其实非常非常容易 我们非常诚恳邀请大家去加入我们的会员 好的 没有问题王教授 是没有问题 当然我今天要鼓励大家 就是connecting 人气教授的那个王子很好吃 大家可以上去试试看 是 好 那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呢 我先请我们今天主题的演讲演讲人 黄国新博士的Steve Wong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如何领导跟创立世界一流团队 好 好 谢谢咯 王教授 哈喽 还有所有的嘉义大学生 学生大家好 我叫 黄国新 Steve Wong 我今天很高兴的就是在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有一个赢在矽谷资产成功的自胜之道 这个是第四门课 我不知道你们大家 我们在一个月前的时候 我们讲到第三门课 那第三门课我们就讲的是说 有效力的沟通 那我今天是要跟大家讲一个 领导跟创造 领导跟创造世界一流的团队 那我就用一个故事来 来当一个开场好了 为什么这个一流团队这么重要 然后 为什么我们要有 创造一个一流团队 然后甚至就是说 我们要怎么样去培养 来领导 有这个能力来领导 一个团队 我两个礼拜的时候在新加坡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你们大概都知道新加坡 有没有去过新加坡的 几个少 是吗 好 所以有几个人有去新加坡 那因为你们还很年轻 你们可能 对新加坡 可能没有像我感受那么深 我1997年就到新加坡去 那时候帮公司做事情 新加坡做 就是它进步的非常快 所以我这一次去的时候 两个礼拜的时候去的时候 我就坐在计程车上 然后那个计程车司机 他看我会讲中文 就用中文跟我讲 所以他第一件事情 就问我说 你是中国来的吗 我说我不是中国来的 我说我是美国来的 但是我是在台湾长大 哦 她说 哦 这样子啊 她说你知道吗 二十年前的时候到新加坡来 都是台湾来的 哇 那时候台湾的时候 那个国家 还有那个团队啊 非常非常进步 那时候是亚洲四小龙的 最好的 我们那时候新加坡 都想要携台湾 所以那时候他说 他那时候就在开计程车的 他说大部分来都是台湾的 而且很有水准 他说现在很少台湾来 所以我才会问你 是不是中国来的 他说 而且他对台湾很了解哦 他说 哦 你们现在台湾好像打来打去啊 你们这个党跟那个党打来打去 然后他跟我讲什么 他说你知道吗 你们现在台湾的这个薪水 他以为我不知道 其实我就知道 那个每个月是我们大概一千块 一千块新币 一千块新币大概是台币两五三万的 然后他就说 那我们新加坡的薪水 如果是大学地业 是三千块新币 他说你看 现在台湾啦 差我们新加坡差好多哦 然后他就突然说 哇 台湾现在这个团队很差 他跟我讲了以后 我当然很不高兴了 我当然很不高兴了 但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 其实一个国家 或者是以后 你们毕业以后到职场去 你会不会成功 或者说一个国家好不好的话 其实跟他团队有关系 那其实我是很不高兴 他说台湾现在很差 但是我是很同意他讲法 就是我们就是没有一个很好的团队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创造 然后我们怎么样去去领导 或者说在一个世界一流团队里面 变成他一个成员 那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一个 这个第四门课 在我还没有分享这个第四门课 我们其实这个整个主题 讲到赢在戏谷 那当然因为我用赢在戏谷来当的那个标题是 因为你知道戏谷是全世界最竞争最厉害的地方 所有的这个前世纪最好的人都来 那也表示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可以学到一些 在戏谷里面你怎么样去成功的话 我想对各位以后 你不管在哪一个行业的话都会帮助很大 那我们学到了就是说在戏谷里面 你要成功的话 他就所谓的4E跟1P 那4E和1P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个E是Energy 就是说一个能量一定要够大 就是说你的精神一定要够好 那这个的话我们就是说我们第一个 这个专业的时候在讲的时候就是说 什么样去培养热爱工作跟生活 就是你这个Parsion 那第二个是执行李 你怎么要有办法把这个工作做好 然后有这个成果 那这个是我们的第二个右门课 那这个第二门课是执行崇高的严谨跟目标 如果说各位没有听到这个的话 你可以到我们网站 我们网站里面都有这个video在那里面 就是我们在其他大学里面讲的 有包括我讲的 还有包括我们同事讲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 那如果说你有参加嘉义大学的这个 我们这个E Lecture的话 那上次我有讲到 所谓的第三个E是Energy 就是鼓舞 怎么样鼓舞一个团队 我们第三个是讲到有效率的沟通 你怎么样跟人家沟通 怎么样去演讲 怎么样make a presentation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其实一到社会上 各行各业以后 这肯定一个最重要的一个 一个个人一个人力 然后今天我要讲的就是说 第四个就是一个H 就是你怎么样去竞争 竞争力 就是第四一个E 那竞争力的话就是说 怎么样培养自己的领导能力 然后可以去创造一个团队 然后可以去创造一个团队 那1P的话就是parsion 热忱 这个热忱就是说 你每天早上起来 很早就起来睡不着觉 不是因为失眠 所以你早上起来 也许当我当学生的时候 不是很好的学生 我是睡到中午12点的 但是现在的话 我早上是5点半就起来了 因为你觉得就是说 你对这个工作 然后对你这个人生 有非常非常大的热忱 你觉得很多事情 你想要去执行 你比如说包括我们 跟我的同事 一起来做这个connected.tw 想要对台湾 把我们一些经验 跟大家分享 对我来讲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热忱 所以每天的话 我以前是5点半 我现在更早5点就起来了 好 那我就开始来跟大家讲到这个主题 主题就是说 你怎么样去培养 领导跟管理 然后怎么样去创造一个团队 我要用我的故事来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们通常在台湾长大 我们讲 哎呀我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领导的 来 我是很好去追随人家嘛 这领导的一定是要高官嘛 家里面要背景很好嘛 那像我的话 那其实我的背景不是很好 我是你们家一大学的 其实我是我的籍贯啦 我的籍贯是台南县 但是我是在基隆出生 因为我爸妈其实都是 台南的这个农村子弟 然后到基隆那边去创造的 所以第一个我家境也不是很好 我父母亲他们只有小学毕业 所以我在台湾的时候 那我在台湾的时候 书读还可以的 但是从来也没有当过班长 也没有当过校队的队长 什么都没有当过 都是排在后面的 然后又非常内向 所以我从来没有想到 就是说要去领导 但是我想跟大家讲的 其实我们每个人 都有一个很特殊的领导能力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几个例子来讲好了 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提过 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是成功大学毕业的 我在成功大学的时候 我是打橄榄球的 我是成大橄榄球校队 其实我打得非常好 因为我的应酸细胞非常好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当队长 因为我觉得我领导能力不好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在接受橄榄球信念的时候 当时我没有注意到那个 其实我当时就已经在培养很多 这个领导跟管理的一些 精神在里面 比如说你打橄榄球的时候 我们是从来不会放弃的 我们练球的时候非常非常苦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台南来的 台南来的 有好几个 那我讲的你一定会 你一定会有那个 你知道从成大到安平古堡很远吧 我那时候在成大当校队的时候 早上六点钟起来 我们从成大跑到安平古堡再跑回来 每天早上这样跑 很累啊 但是我们那时候也很聪明 我们那时候很累 因为尤其跑回来的时候很累 有时候都不太想跑 我们队长就很聪明 那就是我们要跑到的时候 他跑到那个女生宿舍前面 然后跑到女生宿舍前面 然后跑到女生宿舍前面 他就喊 趁敢加油 趁敢加油 那女孩子都跑出来 跑出来看 后来忽然间我们又跑起来了 我们就每天这样训练 所以我们从来不会放弃的 我们就跑到安平古堡 要跑回来的时候 每次都跑到女生宿舍 那边绕了一圈 所以那时候也培养到这种 从来不会放弃这种精神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没有看到 那个打橄榄球的话 他也叫Squam 你看两堆人在那边弄那个 然后大家就在争一个球 所以我在这个过程里面也学到 就是说怎么样在一个团队里面 把自己的角色做好 你看看这个Squam 你是看不到那个脸的 那大家仔细都在争这个球 你进去的时候 你不推人家也不知道 你让进去你就是 没有人知道你有没有在推啊 你在那边休息有没有 但是 你真的是一个很好 在一个很好的球员的时候 你会跟你的队友 彼此之间会配合很好 那时候都不是为自己的 那时候就是为团队 怎么样把这个球争过 所以我当时 我就是在成大我就学习到 领导跟管理 从橄榄球里面我学到这些东西 那当然这个东西对我来讲 就帮助很大 像我去当兵的时候 我是少数义官 你知道通常去当兵的时候 义官的话都被欺负啊 倒不然很多人都是寄过回来的 那我是少数义官 我是寄工回来的 因为我很会跑啊 对不对 像我们连长啊 他早上我们要跑一万公尺的时候 他没有帮我跑 都是我在跑的 但是即使在那个时候 其实我的信念已经相当好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 就是我是一个很好的领导者 我从来也没有想到 就是说我要去领导一个团队 动了美国以后就很有意思啊 动了美国以后 因为在台湾的时候 通常这个要当领导的啊 一定要功课很好啊 像我讲的这个出生名门啊 然后那个样子看起来就是不一样 所以我从来没有想到要 我是可以当一个领导的 或者说我可以当一个manager 但是我到美国以后 我到美国Universal Utah毕业以后 拿到博士协委以后就到西谷来工作 那倒是在西谷工作的时候 你就发现很有一手 你是不是名校 你是不是第一名 你爸爸是不是总经理 董事长或者是政府官员 一点都不重要 很重要的就是说 我发现我自己第一份工作 开始做以后 然后跟我一起做的那些技术人员 然后他们跟我讲说 嘿 这个Steve啊 黄国欣啊 你的领导能力很好 我就奇怪 我说我从来没有在领导啊 我说没有没有没有 你跟我一起做事的时候 怎么样做事 然后很多时候你都是以身作折 你都是自己弄在前面的 所以我就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开始在想到说 我也可以来当一个领导者 我也可以来创造一个团队 那我到就是说我运气很好 我到西谷以后 我开始就是在注意到就是说 一个团队 一个世界级的团队 它应该是要怎么样 在美国的话 它有很好处 全世界的人都到越南 你比如说像 我用我们公司来 我用公司来当一个吉利好了 我们在我这个单位里面大概400多个人 大概是从至少有六七十个不同国家来 因为我们以前放了一个地图 叫大家去用个针 针看你是哪一个国家来 你会发现那个针 这个地图整个都是满满的 刚开始的时候很不习惯 你比如说你碰到墨西哥人 好不习惯 我们叫他老墨 其实我们就在歧视他 然后我们看到黑人 我们叫老黑 其实我们也在歧视他 但是我那时候就发现 在美国这个地 这个国家 尤其在西谷这个地方 这么多人在那里 他为什么会变成这么强 你就会发现就是说 一个好的团队 他基本上就是要多元化 哪一个国家都有 然后你要去尊重他们 你要了解 因为每个国家都有 每个不同的种族 都有长处跟短处 你比如说像我们来讲 我们从台湾长大了 我们通常就是非常认真 做事一板一眼 那美国人是大欧挖枝 你怎么样去看到他们的优点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所以要做一个团队 你要开始去组成一个很好的团队 第一个就是说你要挑选不同的人 这个可能就是说 像我们也非常尊重 就是像你们 我看到很多女孩子 就女孩子那个 那像在台湾的话 现在很大的问题就是说 不同的政党你就没有办法在一起 这个东西其实应该是 不同的政党 不同的交易 不同的思维 其实都是应该要把它网络起来 然后彼此就先变成一个团队 所以你要经营一个世界一流的团队 第一个就是要多元化 让这些人 那这个多元化还不够 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这个团队里面 像刚刚像我讲的就是说 每个人都有那个 他的长处跟短处 你怎么样把它结合起来 在我的这个职业生涯里面 我是学到非常多 我在工作大概六年以后 我们当时的公司叫西街 它是就是现在这个公司非常大 他们买了一个公司叫做Karner 那很有意思的就是说 我们做硬碟这一部分的 我们在西街的人 要录捕给Karner的人 那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我们西街的人 你那时候要来到公司上班的时候 都要特别挑的 我们第一个我们每个人一定要 PhD一定要博士 而且一定要名校 那像我不是名校 我只能做做那个工程 而且大部分人都有Post Doctor 但是我们做的东西就是不好 我们的团队就是非常不好 那我看那个Karner那边的 他们就很有意思 他们就很有意思 他们很多人有几个PhD 那其实很多人你如果去注意看 他们其实都没有我们那么好 他们很多都是只是大学毕业 但是那些人的长处也不一样 那些人他动手的文艺就非常好 那最重要就是说 他们团队合作就非常非常重 非常非常好 那这个也就是说 当时我发现就是说 一个团队啊 不是说你今天去所有的人 都是要博士 所有的人都是要一流的学校毕业 所有人都要第一名 或者是所有人都要非常壮 所有人都要蓝的 不是 一个好的团队就是说 你有不同的长处跟短处 这个那在这一张图片就在讲 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乌龟 那个兔子跟乌龟赛跑 那其实最棒的团队是怎么样 你就是要把兔子跟乌龟结合起来 你要这个兔子的速度 跟这个乌龟的坚实跟耐力 那其实这个东西对我来讲的话 感受很深 包括在家里面的话 我们家里面就是有一只兔子 我就是兔子 超快 你知道我这次兔子是这样子 我如果说像在所有学校 像大学的时候 进去第一学期的时候 大概都前十名 毕业的时候就是最后五名 因为我刚开始冲 那冲一下就没有力了 就不想做了 那我现在有一只乌龟 是我太太 我太太是做事情都非常慢 但是他一步一步做 他结合不会停 那在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怎么样把它结合起来 那我就跟我们同事 有时候在聊天 他问我说 但是如果让我准备的话 比如说我们出发以后 发现 袜子只带了一双 换起了内衣裤也忘记带 牙刷也没有带 那我太太如果说 我说同样我太太来准备 他把他大概三个月前就要准备了 那他是什么都不会忘记的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兔子 这个乌龟结合起来 现在是我太太来准备 然后我最后来审核 所以你就有这个 这个乌龟跟兔子这个 那其实真的在实际上 比如说你今天到我们 这个西捷的工作团队 你有会看到很多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是像男性的 像男孩子通常很多人跟我一样 就是比较大的画质 然后有时候就是想东想西 英文讲就是比较有creativity 但是像有一些比较需要细心的工作 比如说我们有像这个什么 Effect Reduction 就是怎么样去把这个良力改好的 那个男孩子就没办法做 我发现像有些女孩子 但是他是做得非常好 我是绝对不可能做的 我们就找这些女的 来做这些 所以我们在我们单位里面 我们有很多女性的这个管理阶层 他基本上就做这一方面的工作 那男性的管理阶层 他就做不同方面的工作 你就发现这个东西就是变成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团队 因为我们善用到每个团队的长处跟短处 好 那我们刚刚讲到了 第一个就是说你要一个团队的时候 首先就是说这个团队要找到最好的人 那这个最好的人不是说每个人都是一流学校 每个人都是PhD 最好的人就是说其实要多元化 有一些是高中毕业也没有关系 他只要就是说会动手 那有一些人就是他就是比较会思考的 有一些人应动细胞比较好的 有一些人以言能力比较好的 把他整个结合起来 那结合起来以后我们再看看他们的长处 把他每个的长处都把他结合在一起 那这个就是第一个跟第二个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世界一流团队的一个特征 那有了团队以后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团队要变成世界一流 你一定要去奖励他 那这奖励方式是不一样的 你看这一章是写到就是说 其实我们人生啊 人的基本要求是有不同的层级 第一个层级 第二个层级 第三个层级 第四个层级 那第一个层级就是说 生活基本所惜啦 你一定要空气啊 要吃的东西啊 如果你在工作的时候你就需要 哎 薪水很重要啊 来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变成说 要有工作的保障啊 然后要有这种 这个就是要工作保障啊 然后不会被裁员啊这些东西 那这个完以后就到第三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就是说 哎 除了这个有工作保障也不够 你就希望人家给你信任 然后给你很多的这个职责跟trust 那这个是第三个阶段 那第四个的话就是说 哎 都超越一又三 很多就是变成就是说 你一个人生的一个 mission 一个任务 你自我在激励 因为你对这个 对人生对社会有很多责任感 他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的人 我们一个人在进步的过程里面 一个团队在进步 他都会经过一二三四 你要先有办法一以后才会帮我到三四 然后你到不同的阶段的时候 比如说像四的时候 他产生的那个力量啊 可以改变那个力量 要比一要大非常非常多倍 我用我自己的例子来讲 这个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毕业以后 我就在美国这边上班 那刚开始的时候啊 我要的就是薪水要高啊 所以我第一个公司的时候 进去两年不到 马上跳 因为钱比较高我就跳 那时候每天做的事情 就是把钱弄高一点怎么样 那所有东西都是为我自己的 想要买好的车子啦 然后想要买房子啦 这个做完以后 过几年以后 就发现这个不够 因为那时候呢 在美国也是一样 我不知道在台湾怎么样 在美国的话 你这个经济不太好的话 公司很容易就裁员 所以那时候 再来就是说 工作要保障 一定要 一定要一个很安定的工作 过了大概 将近差不多十年的时候 那时候 这个完以后我就发现 就说 这个还不够 下一个就是说 我在公司里面 要这长官 对我这个信任 所以当时 比如他们派我到新加坡去 把我设计厂房的时候 那时候 就写了自己的这个 这个 激花就是对公司啊 然后就是说 对个人的这个 这个 感受啊 对个人这个自信心的增加很多 但是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我都是还是为自己 所有都是为自己 直到就是说 我开始改变我一些 嗯 嗯 怎么讲 就是 开始对自己 就是说 啊 一个责任 对自己 就是说 啊 把自己的这个 整个目标 放得很大的时候 就是有一件事情 发生在我身上 啊 啊 当我当主管以后 我就开始 跟很 就是我自己有一个团队 我在领导一个团队 啊 啊 那 因为我开始领导团队以后 我就开始跟团队 有很多的这个沟通 啊 有一次有一个 他就是在我团队里面 他是一个印度人 啊 他基本上 是年纪蛮轻的 三十几岁 但是有三个小孩子 啊 他就来 有一次来跟我聊天 因为 我们那时候 公司经营的不是很好 所以 有那个谣言 就是说 我们可能会拆眼 然后他就跑到我办公室来 啊 跟我聊天一下 啊 他就问我就是说 他说 他说 Steve 啊 我想要问你 我们公司是不是有听说 谣言要拆眼 啊 我是跟他讲说 不会不会 我们有事有要拆眼 但是应该不会影响到我们 然后他就跟我讲就是说 你叫我做什么都可以 但是我一定要这个工作 啊 啊 那他就跟我讲说 因为他有三个小孩子 我说你那么年轻怎么会 有三个小孩子呢 他说他们在印度很早就结婚 然后他是从印度移民过来 啊 啊 那我就开始跟他聊天 那我就问他说 哎你住在哪里 结果他跟我讲说 他住在斯特顿 那你们可能不知道 斯特顿就是离我们公司啊 上班的地方 大概开车要两个小时 那我说你不可能啊 因为他要做一天 要做十五小时的班 那我就说哎你怎么有办法 一趟要两个小时 这样不是四个小时 你就不要睡觉吗 他跟我讲说 因为在斯特顿 房子比较便宜 他没有办法在我们这里 戏谷这边买房子 他跟我讲就是说 而斯特我们是这样子的 我们是五个人 一个人开车 其他四个人睡觉 啊 那我们是这样弄的 啊 然后他就说 我非常需要这个工作 我如果没有这份工作的话 我家里面的五个人 包括我在内 我三个小孩子 还有我太太 我们整个生活都有问题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的时候 我就发现就是说 那是对我来讲 是一个最好的奖励方式 因为我那时候就发现就是 哇 我做的事情 其实不是只是我自己 不是因为 只是因为我想要变成 副总经理 或者说想领很多股票 啊 拿很多钱 其实我的责任相当相当的大 因为如果说我没有做好的话 我会影响到其他的家庭 啊 所以那个对我来讲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个人奖励 然后在 这个时候 比如说像我们公司 又送我到哈佛去读EMBA 送我到Stanford去读领导跟管理 高级管理课程 那那个但是也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奖励方式 所以我只是用这一张在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你在 你在 创造一个团队的时候 比如说像现在 你会讲说 这个创造团队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你们在协校的时候 比如说你在班上 你如果是班长的话 这个也是一个团队 你在社团 那个也是一个团队 你如果说是在一个球队 也是一个团队 其实我们不 我们无时其实都在这个一个团队里面 你怎么样要了解 就是在团队里面 怎么样去奖励你的队友 怎么样跟你的队友 所以这个团队会一直进步 这个团队会从一二三四 然后这种鼓舞的力量会非常非常大 所以大家记得 就是说你这个东西要做的话要了解 比如说今天 大家如果说像我在 我是副总经理在我们公司里面 那每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候 我的奖励方式就不一样 比如说他如果说今天只是一个技术员 或操作员 他其实最重要就是薪水 给他多一点薪水 他就很高线 那今天如果说是像一个工程师的话 你给他薪水还不够 你要make sure 就是说他感觉到就是有工作的保障 他感觉到就是说你信任他 你会感觉到他的职责很大 那你今天如果说是到一个领导阶层以后 给他这个职责跟信念还不够 你要让他看到就是说 我们这个人生的意义是怎么样 我们要怎么样去服务社会 我们怎么样去帮忙那个 比如说像今天有几位 包括Eric 媳妇跟那个 Frank跟我在那边 那基本上他们就是 他们今天来这边都是义务的 那么今天为什么义务 他们基本上就是在自我激励 像想要帮台湾做一点事情 想要让台湾更好 那这个就是说一个在团队里面 他当他的这个奖励到一个最高层的时候 他产生那个力量非常非常大 好所以这个是第三个 那在创造一个团队 要领导一个团队的时候 第四个就是说一定要培养这个领导 跟管理的这个技能 比如说你现在假设来讲 我先用你们的历史 然后我再用我的历史来跟你讲 比如说你今天你是一个社团的 一个领导 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有什么社团 像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们比如说也像池佑社 去帮忙这个小孩子的 也有登山社的 也有很多 也有舞蹈社的 也有现代舞蹈社的 那如果说真的是要好好的管理一个团队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第一个 你一定要以身作则 把成就给你团队 然后如果说有什么错误 或者说人家在指责你的时候 自己来承担 不要跟我们那个很多政府那些官员 立法委员都是在骂人家而已 然后自己什么东西都不会做 那第二个的话就要成为整流器 那第三个就是要作为贪皇 我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意思 像第一个就是以身作则 我学到很多 我在希杰的时候 有一次我们那时候 那个我们的总经理 就是B.O.Wagen 他有一次带我们到 一个很小的一个客户 那个我们一直都没有去 所以那客户不是很高兴 所以我们有一天早上的时候到那边去 那我们的总经理那个B.O.Wagen 跟对方这样讲 他说你们如果说要指责要怪我们这个团队 你怪我好了 因为是我叫他们先专注在大客户 所以我们一直没有来这边拜访你们 但他就说我们现在另外那个客户 我们明天都安排好了 我这一次特别带我们团队来 给你们说声抱歉 然后特别要跟你们讲就是 我们一定会好好的支援你们 哇我那时候看到他 其实那个跟他一点根本都不是他的问题 但当一个总经理的人 开场就是这样子 把那些指责人家会指的东西都弄到自己的身上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领导管理的方式 那第二个成为整流器是什么意思 你们都知道 你们在学校我不知道在学校是不是有这样 你比如说在公司在矽谷的话 那那个压力是非常大的 那市场都有压力 尤其比如说几个例子来讲 我记得我在 因为我是做研发的 那研发我们做新产品 如果新产品没有做出来的话 哇那公司就垮来 所以我们在2005年的时候 有一次我们副总经理 我那时候还不是副总经理 我那时候是当总监 我们副总经理打电话给我 他说啊 你只有两个礼拜 这个产品做不出来的话 你们那个团队就一半的人都要走 哇 我那时候听得好紧张喔 我那时候就是写到就是 因为我那时候很怕 我想就是说 我不能把我自己害怕这个东西 弄到我的团队去 那我基本上就说好 没有问题我们会做 那我就找我的团队来讲 就像这个整流器这个一样 把这个害怕 这个worry 还有这个团队啊 还有这个团队啊 都把它除掉 那你的团队就是说 我们今天有这个问题 我们有大概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的时间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新产品开发 让大家知道说没有错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但是我们有目标 我们可以去完成 所以这个就是说 你如果说要管理一个团队的话 把自己当成一个整流器 把那些会影响到团队成员 感觉到害怕威胁优劣的东西 把它离掉 让它大家都可以专注在接受挑战 然后把任务完成 这个是第二项 第三项的话做一个弹簧 什么意思呢 在所有的地方 在所有的团队里面 都会有两种力量 一个力量是向上提升的力量 那个力量是怎么样 大家互信 大家了解这个团队 大家有整体的目标 大家就一起在很好一个正面的互动的环境 那也有一种同样在这个同时里面 有一个很很负面的力量 这个力量就是大家不合作 大家互相这样猜疑 然后就是有时候口是心非 其实不太同意你 对对对对很好很好 Steve very good 那其实在后面捅你一刀 你要做成一个领导的话 你就是要一个堂王 一个堂王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要是一个向上提升力量 那这个东西就是我在 像在西捷里面 在领导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也是感受非常深 比如说像我们的团队里面 我通常从我以身坐姿 就是说把这个一个团队 一个公司里面的环境 把它弄成非常正面的 那我们是很骄傲 我们在我们西捷里面 我们这个部门的话 所有人到我们这边 这边来 都说觉得我们这边 就是我们的环境 我们整个这个environment 那我们大家一起工作都非常正面 那有很多挑战 但是我们彼此之间 我们有时候会讨论哦 我们有时候会不同意哦 但是我们不会这样互相差疑 然后互相大家同 从背后捅到那个 那在这种情况的话 那在这种工作环境上的话 大家就觉得就是说非常非常舒服 而且大家其实就是说 你可以不需要去 挖里其他的事情 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然后对国家 对公司啦 对单位的贡献 那这个是第三个所谓 做为什么要做的贪团 好 你要领导跟管理一个团队的话 那第四项就是培养领导管理的技能 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 你怎么样去管理一个团队 那管理个人呢 你要怎么样 个人管人很难哦 其实你知道各位 如果说你们现在觉得 管人是最难的 读书啦 管机器啦 打电脑啦 都非常简单 因为人哦 人的有emotion 人是有感情的 所以很难啊 但是 你可以 你当一个领导的 或者说你在一个团队 你会更加互动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做得很好 那 我觉得一个很重要就是说 一定要 像上次我们学到这个所谓沟通 你一定要跟团队的成员去沟通 然后有办法去听听 最重要就是关心跟照顾这个团队 那一个很重要就是说 你要用心去领导 然后当然我们每个人都要求这个要有成效 但是一个很重要就是说要有非常透明公开的管理原则 我用我自己的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知道吗 我个人哦 我在以前的时候 我这个 不太会跟人家沟通 而且英文叫做说 interpersonal skill 就是这个社交的能力其实非常不好 那其实我那时候根本也不太重视那个 我说 who cares 我今天如果说是管理阶层 我根本不需要什么社交能力 你如果是我手下 我讲什么去做什么 结果 我那时候要升成副总经理以前 那我有一个叫做导师叫Mental 他叫做Kevin Esa 他当时就帮我做了一个所谓的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他叫360 360的意思就是说 一个前方位的帮你评价 你这个人格是怎么样 你的长处是什么 短处是什么 结果他发现就是说 其实我不少长处 我的长处就是 其实我做事情蛮快的 然后我做事情蛮有效力的 但是我最大的短处就是说 我这个interpersonal skill很差 就是说 这个 跟人家社交的这个能力很差 所以他当时跟我讲就是说 Steve 你如果说要变成一个想要领导一个很好的团队 你这个团队要变成世界一流团队 你自己一定要去加强interpersonal skill 所以他跟我讲以后 那我就说我要怎么样做 他就跟我讲就是从刚开始的时候 有空的时候就是找你下属 跟他们多聊天 聊天的时候不只是工作上的 聊聊看看他们的小孩子是怎么样 父母亲是怎么样 然后关心他们在做什么 了解他们他们是住在哪里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他说你越跟他们沟通的时候 他们会跟你分享更多的事情 然后另外一个他跟我讲就是说 尤其在美国的时候 一定要什么东西都要非常透明化 他们有时候不见得会同意你所讲的 或者公司要做的 但是你只要透明化跟他们好好沟通 他们其实都会了解你为什么要做这样子 然后他跟我讲就是说 管理人非常难 但只要你可以做到这样子的话 你会没有问题 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 我不知道各位知道2009年 那个叫做Great Reception 大萧条 大萧条 那台湾当时也是一样 经济是抓至少 因为你们现在 因为你们比较年轻 你们可能不知道 但那个全世界大萧条 我们当时也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当时就是 我那时候已经是副总经理了 所以在大萧条的过程里面 一个很糟糕的东西就是公司一定要 所谓的Force Reduction 就是那个要裁眼 那那个对我来讲 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也写到很多东西 因为以前采演的时候 你其实送到我这边来的话 就是一个Lumber 一个数字 它是几号 然后一个名字 很多人我更不知道它是怎么样 但是 因为经过这个Kevin Esa 跟我这个信念以后 我跟这些人都很熟 但是这个过程里面 哇 其实不是一个名字 是一个我认识的人 然后是 我知道他女儿 他儿子 然后他太太 甚至他父母亲的那个 所以 对我当时在处理这个整个公司的 这个Force Reduction 采演的时候 帮助非常非常大 我还是要做 但是当时我就用非常非常多的心 然后了解每个人在想什么东西 而且 在这过程里面 他们也看到就是说 其实我非常struggle 就是说 那个我那个内心的压力 非常非常大 因为 我觉得我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知道我是要做的 因为公司如果不做这个东西的话 公司没有办法经营下去 但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自己其实 想尽各种办法 让这些人 不要受到 因为 公司系工作造成 生活上面的这些问题 所以像 有两个人 我其实公司的话 通常在采演以前 他是不准你跟他讲的 那有几个我基本上 在采演以前 我就跟他们讲 我就跟他们讲说 如果说你需要 因为在美国的话 保险是很贵的 尤其是那个 美国保险 如果说你没有这个保险的话 你要去看医生什么都很贵 我就跟他讲就是说 因为你会在名单上 如果说你有需要去做 身体检查做什么东西 就赶快去做 所以 这个就是一个 我个人的经验 就是说在管理个人里面的时候 这种方式 这种对人关心的这个的话 其实对你的团队来讲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 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一个管理技能 那如果说你可以这样做的话 你很容易就会 培养一支很好的团队 那我最后就跟大家 给大家弄一个总结好了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样子 第一个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独特的领导 跟管理的潜能 不管你是怎么样 你不管你是动作快 动作慢 不管你是班上第一名 班上最后一名 或者你在中间的 不管你今天是台大 嘉义大协 大同大协 文化大协 不管你是 男生女生 不管你是 讲中文 讲台湾话 讲英文 讲日文 其实我们都有一些 独特的管理 我们自己要去 发掘这东西 成为领导者 那也不见得就是说 每个人都一定要领导 一个很重要就是说 你如果说觉得 你可以变成一个 很好领导人 去领导 如果说你不是的话 当成一个很好的 team member 就像我们在 参加一个球队一样 像我在讲打橄榄球的时候 你很会接球的人 你去接球 你很会去踢球 你去踢球 但是队长也只有一个而已 所以就是说 但是大家把自己的角色弄好 大家随时 如果说有这个能力出来 当领导者 而且在不同的时候 我们可以有不同的领导者 所以像这个队长的话 也可以换的 比如说你看这个 我们今天跟哪一个队在比赛 我们可以同时不一样的 那如果是可以这样做的话 一个最重要就是说 一定要一个世界一流的团队 就回到我讲的就是说 那个在新加坡的时候 那个继承司机就说 台湾以前很好的时候 它有世界一流的团队 台湾现在不好的时候 没有人到新加坡来 是因为那个团队不好 所以一个很重要的 不管我们是一个国家 一个在学校里面 到单位里面工作的时候 一定要成为 在一个团队里面 那个团队一定要世界一流的团队 那 这个一个世界一流的团队 它到底是怎么样呢 首先 一定要有最好的人加入 那最好的人意思是什么 不是说都是第一名 最好的意思是多元化 而且彼此之间尊重 多元化是什么都多元化 从种族啦 从你的信仰啦 基督教什么什么教 什么都可以 从社团啊什么什么党派 都可以 都多元化 大家不同意无所谓 但是大家可以去激励 从不同之间找到同的地方 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很好的团队 有的这些多元化人进来 有一个很重要 基督的那个兔子跟那个乌龟 一定要把所有人的长处弄出来 因为每个人不管你再好再那个 一定有他的长处 不要用短处 只用长处 把这个长处集合起来 把这个优点集合起来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世界一流团队的特征 那除了最好的人 然后可以用到其他还不够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怎么样去激发我们的团队 所以我让他们一直在进步 激发有很多不同的层次 我们一定要照顾我们的员工 make sure 就是说他们领的薪水啊 可以去照顾家庭啊 这个完以后我们一定要make sure 就是说我们要给他一个工作的保障 工作保障完以后还不够 我们一定要给他在工作上里面可以产生一些责任感 对工作觉得就是说很有成就感 那这个完以后还不够 让他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他人生在工作的目的里面去除了自己以外 也是在服务别人 也是在供应社会 所以怎么样把这个团队最好的潜能 都把它计划出来 那我们个人来讲的话 大家知道 一个团队世界一流团队 还有领导世界一流团队 这个东西不是伸出来就会了 不要以为就是说蒋介石就是可以当那个 或者是蔡英文那个 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不是天故的潜能 完以后就跟我们读书 领导跟我们读书一样都是可以写的 像你知道你比如说你看 你如果说今天有机会去看看我在台湾 我刚跟大家描述的 我不可能当一个领导的 我不可能可以去创造一个世界一流团队 我之所以可以做 当然不是我自己 是因为我这些团队的人 其实对我非常好 他们都非常优秀 但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 这个东西其实都可以学习出来的 当然我在这个过程里面也 也换很多错误了 因为我脾气也不好 这个但是在错误里面 学习到这个东西 学习到怎么样把自己变好 那你要这个要培养这个 这个领导跟管理的技能 我刚刚讲到就是说 比如说怎么样变成一个 是一个正面的力量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如果说你可以做这个以后 领导人的时候 用你的心理来领导人 如果说你可以做这个的话 我们就可以创造一个 让人家自己骄傲 有文化有传统的一个团队 一个国家也是一样 像我们在世界里面 我自己跟我团队就非常骄傲 因为我是台湾长大的 那在美国的话 都是白人社会在当领导阶层的 结果我们一起 像我是一个台湾长大的学生 然后是一个跟美国人来比的话 就是说大家会觉得就是 我们很多美国人的观念里面 我们不是一个很好的领导者 那我们证明就是说 我们在台湾长大的 我们也可以当成一个很好的领导者 而且不是一个很好的 不只是一个很好的领导者 以外 我们把我这个在FEMA 在这个团队 在我们在美国公司里面 我们是做着最好的一个单位 而且我们是结合东西方 这种传统结合起来 不只是西方这个 那我们就觉得我们非常骄傲 我们就觉得就是说 我们一个很特殊的文化 而且我们一个很特殊的传统 那所以我用了一些经验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一个很重要就是说 其实台湾啊 需要有一些世界一流的团队 那我今天用这个机会 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我也希望大家一起加油 要记得就是说 你们 你们是以后台湾的未来 你们很多会变成台湾未来的领袖 那有机会的时候 学习一下 从你在学校里面 在课堂里面 到社团里面 到球队里面 甚至到你去服务社会的时候 把这些东西再温习一下 然后一起来把台湾 变成一个世界最好的团队 那我今天就是要讲到这里 如果说大家有什么意见 或者说有什么主题 我们要一起来交流的话 那我想我们可以一起来交流 好 谢谢大家 王教授 那个 先等各位同学有任何问题 或者想多知道一点 请这个 努力发言 努力发言 各位有什么问题吗 还是说你们在社团上面 或者是在市场活动方面 不知道什么样的 领导生活的问题吗 可以出来 或者那个 王教授 王教授 你可能要叫他用麦克风 因为我们这边可能 嗯 好 好 好 这边 这边 看着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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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你 不好意思我想请教一下 因为我听过一个矽谷工程师去 去做红茶的故事 那我想说同样是矽谷工程师 对这个 可能是一个case 或是一个故事 有什么样的看法 你说什么矽谷工程师去做红茶 创业去卖红茶 创业去卖红茶 创业卖红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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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到你的就是说 就像我们刚刚讲到多元化是一样的 你不是说一定要变成工程师 今天你不晓得没有看到 那个顶太峰刚好在矽谷里面开了一个 我不知道你没有读到 排了四个小时才能吃到顶太峰 所以你今天如果说是一个矽谷工程 你可以做红茶 人家要排四个小时去买你那个红茶 那你这个不得了 所以就是说 其实做什么事情都好 但是要做在矽谷它是培养这样的 要做的时候就是要全世界第一或者第二 所以你如果要 我不知道他那个矽谷工程师卖红茶 他卖红茶是不是世界上市 他就是 孟他是那个 Fantastia 孟卡夫 他好像原本是一个 IBM的一个工程师 那他是想到说 可能有机会招待到其他的人 品尝了台湾的这个火把红茶 然后奶茶 珍珠奶茶 结果很多人都喜欢 然后他就觉得说 那他可以来做一件不一样的事 是 所以矽谷的精神跟文化是这样子 就是说你这个东西 这个有时候跟我们在台湾想法就不一样 我们讲 矽谷工程师去卖红茶 一个博士去卖炸鸡 这样就不好 其实没有说不好 你现在如果说他真的矽谷工程师卖红茶 他如果说卖到全世界第一滴 哇 这个就是矽谷信念他的 好 所以做什么事情都是这样 多元化 没有什么 就是说当工程师就是好 到Google就是好 卖红茶就不好 你看顶泰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台湾现在有的供茶 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你只要做到全世界第一滴 那个 那基本上就是我们要做了 好 谢谢你 非常好 非常好的问题 我还不知道这个有 ok good 放咖啡 ok good 他在这边开的几家都很成 嗯 very good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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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不要那个 你如果有参加那个第三个有效 有效力的公通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这个障碍把它排除掉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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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如果你身为一个领导者 然后你很积极的想要做一件事情 然后可是你的主人就是没有很积极 那你要示范 能不能再大声一点 慢一点再想一想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领导者 然后你很想要把这些事情做好 然后可是你的主人就是没有很积极 然后也不想要就是 看 对 然后你要怎么管 你说下面的人都不愿意就对了 就是听 你的队员并没有跟你同样的热情 啊 个个个 也是很好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 啊 如果说 你今天如果说今天你是一个很好的领导者 那你这个主人没有这个热情 那第一个要想说你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领导者 来 啊一个很好的领导者的话 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说你要 也许要学习怎么样去激励这些你的主人 啊 那如果说真的是你这个都做到 那有一些人他就是不care 啊 那有一些人就是不care 那我通常我觉得是不会的 如果说今天这个就是说讲就是有时候是 就像我以前一样我觉得 我这么好的领导者 那你们怎么都不跟我 那其实后来我才发现其实我是一个 不是一个很好的领导者 因为其实我有很多东西都没有学习到 比如说我提到 我以前的这个interpersonal ski也其实不是很好 我脾气很差 所以就是说我对人这个社交能力 其实都不是很好 我也对人也其实也不够 关心人家也不够照顾人家 直到那个Kevin Esa跟我讲就是说 哎 Steve你做事的这个成效是很好 但是你这个个人的社交跟个人的沟通跟人 其实你不是很好 后来我是学了这个东西以后 发现哎 这个转变就很大了 因为以前人觉得奇怪 你们这些人我跟你讲的时候怎么都不做 要推你一下才做那个东西 后来我就发现哎 应该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说 跟我们个人一些领导的这个技能有一些关系 因为你通常这个东西就是 其实人都是有感情的动物 你今天付出多少的时候 人家回顾就是多少 那如果说今天我们发现就是 哎我们的团队 其实他就是没有这个激励的东西 那我是觉得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看看我们自己 我们哪一些东西还要 就是我们哪一些东西 去要进步的 那我想这样子的话应该不会有这个问题 但如果这真的是有这个问题 那就要去了解 要了解那些人到底是有什么这个问题 那也许是这个社会环境的问题 或是 西夫你可以去 我最近也在connecting.tw上面有一个 我把它叫做是这个mentalship的一个proven 那几位年轻人他们在一起想要做一个实物上的训练 那么在台湾召集的这位负责人呢 他跟我探讨了一会儿 那最后呢 他这个团队形成 那么他也去跟他们讨论 那我说在我们正式开始进行这个workshop的时候呢 我希望能够了解到每一个人在选择这个project的时候 对他个人的兴趣是什么 他为什么要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这还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你的团队的队员 必须要知道他们为什么在这里跟你一起做这件事情 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的达到大家对自己有利的地方 达到促使他有兴趣的地方的时候 他的动机不会太大 所以除了Steve刚才所讲的说 做一个领导者之外 你本身要以心来带人之外呢 你要了解到说他们对这个 在这个合作的项目上面 他们得到很多的年轻人会想要做 想到说我做过干部 我做过社长 我做过这些东西 所以我已经有领导同域的能力 事实上那些只是技术层面 真正的层面是在说 你是不是真的关心到你们这个团队想要形成的是一个什么东西 当你有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你才会发觉到说那个领导是自然而然会形成的 谢谢 那基本上西屋讲那个东西跟我提到就是说 你怎么样去motivate 让他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激化在那里面 我记得这一点就复教了 非常好 谢谢 好 谢谢你 同学能不能先自我介绍 这个是一个presentation的第一个 当你要发问之前的时候先对自己做一个介绍 这也是你的机会 老师你好 首先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第一次来生活的 第一次来生活的 我是来自大部 大部 今天在这里有四位同学 我是学山 你能不能对着麦克风讲 麦克风给他 可以 你好来听到吗 可以 可以 可以听到吗 你好 我是这样子 我是来自大陆福建 那我也算是大陆高校的老师吧 也算是老师 好 我今天来这里就是 我是第一次来听这个课 这个课名叫创新管理 那我是听我学生说这个课 老师上的非常不错 所以我是第一次来 因为我是在另外一个小学上 所以今天第一次来这里 就做了课 今天老师讲了一个企业 公司的 应该是管理者 一个好的管理者 领导者 应该具备什么样的 数字 能力 那其实我想说 针对不同来 公司类似 可能 所具备的一种管理的能力 特质可能不一样 他就说 非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领导者 当然老师说 其实每个人 不管你是大学书第一名 还是到时候第一名 还是你是学什么专业 那其实只要学习 你是都能成为一个好的领导者 但是我想针对不同的企业类型 那么我们要成为一个管理者 好歹管理者 可以到一流团队 那可兰迪所需要的区别的组织 可能就培养的测证方向 重点肯定不下 但是我想 他就说 我们知道老师 你好 就说 有没有经过大陆 就说 这个 在大学生 大学生 创业团队 就是说 对大陆的大学生创业团队 你有没有了解 就是说 做一个建议 就是对我们这种大学生创业 或者他们大学生创业 这个现状问题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建议 做一个提示 谢谢老师 第一个我先跟你介绍一下 其实我到大陆去演讲过很多次 我曾经到北大的 就是 其实你到那个 internet也可以 我到北大 通华讲堂也去讲过 然后也到大陆很多 创业的这个团队讲过 那我当然我也很 在台湾很多大学 然后跟一些年轻人 尤其创业 现在所有都在创业 大陆一个很有意思 我跟你讲一个故事 我去年到杭州去 我们杭州有储存协会的这个 这个联会 我到大陆去 我大概拿了50张的这个明信片 那大概有45张 他是CEO 都是执行长 不是董事长 就是总经理 所以都在创业 我看到的就是说 现在在大陆的他的长处 尤其是当一个领导者 他就是说他信心很够 为什么 因为现在大陆的情况非常好 所以每个人都觉得 他可以当领导者 每个人都觉得 就是说他可以当总经理 董事长 每个人都要当执行长 那其实这个是好的 就是说每个人对这个未来 非常非常正面 这个是非常非常好 台湾现在就比较差 台湾现在就是比较没有信心 台湾现在因为 台湾这大概10年来的话 进步比较慢 所以就是说 产生我们现在很多 我发现年轻人的话 他也在创业 但是他那种自信心 就没有像在大陆这些年轻人 自信那么大 而且他那个 就是说他们觉得就是他们 因为他们觉得 他们可以做得很大 所以这个是我看到不一样 这个也是说在大陆里面的他的长处 那通常是长处就变成短处 那变成就是说 你自己还没有到那里去 你想想看 我拿了50张的明信片 45张是CEO 那这个所以就是说 现在这个长处也变成短处 当大家觉得看到就是说进步这么快 其实这个东西跟台湾在90年代2000年的时候 没有什么两样 在90年代2000年的时候 你只要在团做什么事情 都已经赚钱 你不管是做投资 投资到股票一定赚钱 你可以开公司也绝对赚钱 你不开公司 你到台积电到联电到这些高科技 你赚了一大堆钱 而且你很容易 你只要实际队的话 像我同学董事长是一大堆 所以每个人就觉得他都非常厉害 那其实不是因为他们的领导能力很好 是因为那个大潮流的环境 把他们弄起来的 所以我现在的建议就是说 你问我说 我对这个在现在创业的这些 在大陆里面有什么建议 就是说我的建议就是说很好 燕景放得很高 自信心很高 非常非常好 但要注意 这个是你的长处也是短处 因为在大陆再过五年十年以后 叫做S curve 一个潮流 就是说你现在是顺潮 很快的话会变成平潮 再来就是逆潮 那那时候你要成功的时候 你要有一个世界一流团队 一个胜利的团队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学习像我们今天教导的东西 因为就像台湾现在一样 像现在的年轻人像你们 如果是要自己出来创业要成功的时候 跟我以前 我们二十年前三十年前来比的话 你们至少要加上三倍到五倍 人力上面还有你花的精神上面 才有办法成功 因为现在在台湾来讲 那个大环境跟三十年前已经不一样 这个东西就是说以后在大陆 中国大陆也会碰到这些问题 其实回到了基本面就是说 其实你在美国的话 大家讲到其实美国就是非常重视 这所谓领导跟管理的信念 这些东西不要以为是以身寄来的 这东西都可以信念的 就跟我打球一样 你从小就开始打的时候 你打篮球什么球的时候 你就可以信念出来 那这个领导跟管理的技能 跟我的经验是这样子 就是跟我们学习什么东西都是一样 好 谢谢 这个黄副总你好 我是来分享一下 其实在还没有进这门课之前 其实我也是有参加一些团队 那我简单的分享就是说 其实那时候在做的时候 如果在领导团队 如果不是我的团员们的话 就是不是很 就是可能 其实那时候 比较是没有在思考自己的领导等理 只是会找一些借口 不是说我之前 就会找说 他可能是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就没有办法 全新的投入 我想我今天是有学到 就是待人要待息 然后这方面是蛮重要的 这样子才能够把一个团队给他带好 这是我的分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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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还是 还有其他有没有要交 交什么 所以那个 王教授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有其他问题吗 我们要讲一下说 你是不是 这个大级大笔上面 有一个这个 那王教授这样子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加入一个就是说 你们像同学的话 就是刚刚那个Frank跟大家 王教授也提到就是说 这个我是一直鼓励大家加入 这个就是尤其是台湾的学生 如果说我可以给你们一些advice的话 你们其实 就是环境不太好 但是你们机会是很好 像我以前我在大学的时候 觉得我以前在大学 如果说有一个矽谷的 一个团队来跟我讲的时候 我大概那时候 我大概那时候每天可能会抄很多东西 然后一定会跟他们 联系啊干什么去学那个东西 我们当时 因为我们的 这个资源比较差 我们环境比较差 我们当时英文也不好 也没有internet 学这些东西 我们就非常非常珍惜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就变成英文讲究 比较aggressive 比较像现在在中国大陆一样 那我觉得现在在台湾的话 比如说像我们Provide Connect Data 比如说像这样 我就发现我们台湾的学生 很多都没有用这个 那这个其实会对你们帮助很大了 你们以后当你们现在还在学校里面年轻 你们可能现在还没有感觉到 你们到社会出去以后 当你真的想要学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想要跟我们连接起来的时候 可能那个机会都没有 所以anyway 我只是一直想要鼓励大家 进入那个网站里面 我们里面有很多这个东西 你可以去学习这个东西分享 甚至你如果说要跟我们这里面的人 包括我在内 想要跟我 比如说你现在不好意思问问题 或者说你有些问题 等一下再想到的时候 你都可以透过这个东西 跟我们来联络 你要记得我们也是从台湾长大的 所以你们讲什么东西 其实我们都了解 而且我们是一个站在一个立场 就是说希望跟大家可以分享 分享一些我们学习到的东西 所以我大概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Frank 他已经在这个Connecting.tw上面 把这一次跟各位同学 嘉义大学的同学们的演讲 做成了一个活动 在那个活动里面 你们欢迎在那里留言 如果继续有问题的话 那么黄博士他都会在他有时间的时候 然后抽空帮大家回答问题 帮大家回答问题 所以大家可以去欢迎大家去看 然后就像师傅讲 如果有其他的问题的话 也非常鼓励 直接跟我们联络 好吧 好的 好的 黄教授谢谢你 谢谢黄博士 谢谢 谢谢 谢谢今天的团队 谢谢 谢谢 谢谢